婆婆让怀孕的我 吃剩菜剩饭 还要让老头情人来照顾坐月子 她在平台上 发布各种各样的美食 配文 有妈的孩子是个宝 网友称她最美婆婆 我反手开了信号 每天发布她读准备的大餐 配文 最读不过婆婆心 于是 我也被赐了心名最惨而行 刚在厕所吐完 我脚步虚伏地爬到床上 打算点个外卖 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 最开始 我婆婆喊得我留点剩饭 现在家里没人塌 更是一点不管我 微信听听框框弹出来的消息 真的我心烦意乱 张大乐 你在干什么呢 咱妈订做饭真有食欲 我都要馋死了 我这才点进去 看能家族群婆婆发视频 视频中她穿的杏胆 更是套上了黑丝 意外腰勾壳清晰可见 今天对我们家习做什么吃呢 再一看她发了一张四宫格 两素两婚色则诱人 只叫我流口水 婆婆说 他们张家就这么一个儿媳妇 当然要好好记录我的孕期 我气得当即就冲到婆婆屋里 在哪呢 妈 咱俩一起在家 我怎么没看那点饭 她屋子乱乱的 半卖盒堆里一地 手指笔笔花花地屁着图 哟 小小来了 图不止了只剩的菜汤 和扣在地上一半的米饭 还有点剩的 你吃你吃 我气得摔了门跑回屋 打算让张大乐管管他妈 一打开手机 就是大伯在群里 at我 还是你有福 舍的妈 换来这么好的婆婆 直当 一股火直臭我脑门 再一看 张大乐捧臭脚搬拉了一句 大伯说得对 我妈对他比 度强多了 一直拿他当亲生女儿对待 这是给我演双晃呢 这时 屏幕上突然跳出来一个弹窗 显示附近推荐用户 他把自己的视频放上去 也就算了 还附带着一张 我酣睡的照片 我两眼一飞 婆婆配文 有妈的孩子是个宝 再一看底下评论 全是夸他人善良 长得又好看的 美女 许了你 真是想八辈子扶浪 婆婆 我是你失散已久的儿媳啊 妈 您介意家里多双筷子吗 网友们都管她叫最美婆婆 怀孕前 她对我还不是这样的 我想起因多半是 刚怀上时发生的那点事 我和张大乐当时决定备孕 婆婆坚持亲自来照顾我 在此之前 我做了万全的准备 也已经找了保姆 24小时伺候我的那种 肚子里的孩子闹疼 每每折腾的我上土下泻 婆婆一听 大腿一拍 坐在地上就开始哭 哭她早死的丈夫 哭她没有担当的 这架势一下 把我找的人吓跑了 可她所谓的照顾我 就是让我少出屋子 不能影响她心情 又或者是在 我好不容易睡着以后 端得生菜生饭 到晃醒 逼我吃进去 美其名曰 不能饿着肚子里的孩子 刚怀孕时 她还找了大胞能来我家 说是维持一下 亲其间的感情 亲情是假 收礼倒是真的 小小 你好不容易有个孩子 妈得请你 舅爷他们来家里做作 我带着肚子 被她只是端茶到水 憋里一肚子气 主角是我 没一个人理我 你说说 这都是个什么事 婆婆坐在沙发上 吐的苦水 谁说不是呢 咱们哪像 现在这些媳妇 这么娇气 又要请保姆 又要请月嫂的 我当时怀孕天不亮 就得出去耕地 再说 哪家媳妇娶回来 是享清福的 让人笑话 我心下了然 合计就是说 给我听的 干脆回了房间 眼不见些美景 没想到 大伯叼着汗烟 磕着瓜子 推门而入 都说怀了孕的 娘们能变大 她上下打量着我 又回头 冲蒲获见笑儿两下 我看还不如 咱们翠兰身材好呢 蒲获一听 当即捂着嘴 笑容都抑着不住 连带着挺我挺胸脯 唉 哪能跟年轻人比的 我气得要命 顺手抄起杯子 扔出去 你要不要脸 这么大岁数 你往哪看呢 大伯估计也没想到 当众被年轻人 下了面子 气急败坏道 死鸭兔骗得说什么呢 我是你亲人 关心也还关心出错了 我冷笑着 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心情 不想理他们 现在 立刻 马上滚出我家 说完我就反锁上门 不想再看他们一眼 妈的 赶紧让大乐和他离 快了快了 不知道肚子里这个 我都能想象到 婆会在外面 滴三下四地赔得笑 他们还在外面 七七扎扎的 我只当听得见 用着张大乐 丢我开的亲密妇 就买了的金手镯 骂就骂吧 我也不会少块肉 估计就是那时候 被他们一家子得罪了 眼看大伯 在群里 已经这么攻击我了 我当即回 at了他 哪有你命好 户口本就你一个人 你的福气都在后头呢 还好你签户口早 要不然不得 客死你妹 给自己攒福气呢 集齐七个亲人生命 就可以对话 马美人生哦 大伯 我一顿操作 手指按得咔咔作响 他被我气得 当即退了群 婆婆当即 插了腰扭的屁股冲过来 对我破口大骂 那是你亲大伯 你说话什么态度 哪来的狗叫 我装模作样的 找了几圈 然后装作 恍然大物的样子 不好意思啊妈 没注意到你 说完我就关上门 震得他一鼻子灰 不多时 我又听见了 熟悉的哭号 只要你们过得好 妈受点美去也没什么 这些年 他每次都说这一句话 张大乐就会 不分青红皂白地骂我 我不想家忍了 我又不是你婆婆 我能比你什么委屈受 张大乐的电话 一个接一个弹出来 我全部刮短 他开始短信轰炸 小小 你都发的什么东西 快点和大伯道歉 我拉黑了他的联系方式 只觉得满肚子的委屈 找男人还是得擦亮眼睛 可惜我就快胜了 总不能留了这条小生命 没过多时 大姨在群里头 发了长篇大论 大家见笑了 就当没发生过 人生的道路上 难免出现磕磕碰碰 我们是彼此的亲人 理应相互扶持 张大乐又在底下一唱一和 大姨说得也对 我已经教训小小了 张大乐邀请大伯进群 我气得直接退了群 却又被张大乐邀了回去 郭小小 屋里就你一个是外人 头会在门外气急败坏地喊 哦 那也不影响张大乐死了以后 我是第一继承人 我辛辛苦苦给你们老张家 生儿育女的 福还能多让你们想吗 不是喜欢做博主记录日常吗 你能做我也能做 我非要拆摔你不可 我研究了一下五张粉秘籍 没想到刷着个老熟人 视频中的大妈每一条 都给自己的脸 过得严严实实的 做着流行的舞蹈动作 简而言之 就是中年擦边博主 拍摄地点还都是我的卧室 我看得手脚冰凉 等来想直接举报 又觉得不能这么便宜它 我反手把这个账号 发到家族群里 顺便结了几张高清图片 啊 张大乐 你看视频中这人跳舞背景 怎么和咱家一模一样啊 刚刚还轰炸我的人 现在一句话不敢说 阿特大伯 你们老年人 是不是都爱看这些 阿特大姨 你说是她身材更好 还是你妹妹身材更好 清脆的响声在小屋炸开 再一看 我的账号已经被拉黑了 我都不敢细想 她已经拍了多久 又或者是张大乐一直默许 我当即联系了人 趁着婆姑不在家 在她的屋子里装了监控 绝不能这么便宜了她 后来的每一天 我都把吃的东西拍照记录下来 人风不动地发到网上 配文 最独不顾仆不心 张大乐已经全然不信我了 她开始说 我故意陷害她妈 孕妻最怕突然生气 她说 我一次 我就买个小金珠 到现在 也攒了有一小瓶 他们瑞瓶 我为最惨儿媳 我全部招收 越火越好 这样生亡孩子 我也好彻底跟他们撕破脸 就这样 我们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一直到我生产前 没想到 他们却给了我这么大的惊喜 妈 妈 妈 叫车 婆婆忙着拍视频音乐 开得大声 一点没听见我说话 我急得六神无主 连忙自己蹭到地上 按了120叫了车 医生进家里 一瞬间也愣住了 即将生产的儿媳 捂着肚子 坐在门口 给他们开门 传说中的好婆婆 跳着舞 穿着艳丽 婆婆一看 来人尖叫一声 扑到我面前 小小 你怎么样小小 救护车来了 不怕不怕呀 恨意顿时吞没了我 我一定要让他们报仇 孕妇 孕妇冷静下来 我躺在病床上 昏昏沉沉 他们问我要顺缠 还是剖腹 我疼得说不出 完整的字 余光中 他们拿着什么单子 走到门来找家属 回来后摇摇头 家属都不在 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我说她也够可怜的 还什么最美婆婆呢 网上的东西 果然不能信 我尖叫一声 护士又一次 按在我的肚子上 突 仿佛就等我说这句话 一行人快速地行动起来 再次醒来 我已经被推到病房里了 四下无人 等她身子好了 就生二胎 不争气的恭喜 生了女娃子 亏我那么照顾她 麻药地禁过了 疼得我一阵一阵的 还是隔壁的家属 帮我教护士 张大乐牵着她妈的手 慢悠悠地晃过来 想想 咱妈说了 等你好点 咱们就再生一个 要是女孩就留了 我们张家 不能在我这一带断了后 我的手机 又叮当妄想 打开屏幕 是我的账号粉丝私信 我看了一眼 她俩气得让她们胆惊滚 突然又想起 另一部对接监控的手机 我怀孕的这段时候 瀑布打了电话 张大乐到家的一瞬间 瀑布正好裹着一层浴巾 从浴室里踏出来 宝宝回来了 给妈妈拿下内裤 还有内衣 张大乐称怪着 妈 你怎么也不知道 吹着头发 感冒了怎么办 原来她不是不会关心人 只是单纯地不关心我 我气得伤口隐隐作痛 硬着头皮往下看 她脱预巾的时候 张大乐就站在一边 都不回避一下 宝宝 妈妈后背痒 给我挠两下 她眯着眼 似乎是享受极了 又装模作样地 拿了一句 要是小小在家 不晓得要怎么骂我呢 她算了什么东西 也赶在你面前装 这段话 似乎已经说了无数遍 才能那么顺嘴 这时 张大乐如梦初醒般 愣得我去哪了 听到回答 她也只是平单地点点头 婆婆只穿着内衣和内裤 走到厨房 拿了饭菜 吃吧 小小不在家 真是便宜你了 桌上的饭菜 全是辣的不说 有两个还都是 我吃了就过敏的 张大乐一边吃 一边夸婆婆善良 吃完饭 她就又研究起那点湿发 水珠流下去上 趁得内衣若隐若现 她眼睛都看纸了 不多时 她把她妈半路在怀里 吹着头发 手还上下摸索着 婆婆也娇羞地 靠在她怀里 一会说风热了一会 又说凉了 三观不合的婚姻 真是比下了 十八层地域还恶心 我强忍着恶心 录着屏 这是监控里婆婆说 时间也快到了 去医院探探 小小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张大乐却愤愤道 都怪郭小小 早不生晚不生 当务咱们母子在一起的时间 我在这度鬼门关 她说我当务她 婆婆笑得花枝乱颤 捶着她的胸膛 骂死鬼 我气得一口气梗 在脖子上 时间再往回调 是我一个人出去做产检那一次 婆婆和张大乐 躺在我的床上 半裸着身体拥在一起 一想到我什么都不知道的 和他们用一个床 我就干呕得不停 过了一会 婆婆办事担忧地说 宝宝 我看你最近怎么都不回家 是不是外面有人啦 点妈妈看看 还没确定关系呢 反正长得是 比郭小小强多了 不是我说 妈你看她怀孕以后那个样 吃得比猪都都不说 还金贵得要命 那肚子肥腻腻的 我都不敢躺在她身边 妈 你说 她不能是猪精上身吧 我心下意这三处 吃得多 也不是我想的 长得胖 也不是我愿意的 再说了 我吃她家什么了 每天不是白饭 就热水 就是捡两口剩菜 一字一句 直插着我的心口 我宝说得对 没电妈的东西 能找到咱家 都是她三生有幸了 你不能光看长相 婆婆顿的顿 算了 总之男人嘛 有几个小情人也正常 我看那些大老板 都是这样的 那家里这肥猪呢 你打算怎么办 我隐约感觉到 婆婆有些幸灾乐祸 先放着呗 她还怀着孕呢 这就对了我的大宝 妈都看了 她屁股大能生儿 可她一个祸害 她工作也辞了 那还有什么社交 到时候给个几百几千 打发了就好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好像被人打了 当头一抱 当初是她跪在我身边 求我怀孕在家 好好养身体的 她是什么时候出轨的 又是骗了我多久 到底是付出过真的感情 眼泪也不自觉地 掉到屏幕上 但好在为事不晚 知道真相 我也好放手一搏 大不了就跟他们 鱼死狼破 我按下了视频结束键 博主 你不想反击你婆婆吗 我婆婆也是这样 我都恨死她了 咱们见那粉丝群 互相帮助吧 消息还在一闪一闪地谈着 张大乐 给我订了医院餐 一天都没看过我 看得宝宝不安事事地 在我怀里笑着 我又险些泛下了眼泪 这是唯一和我有 血缘关系的小家伙了 婆婆的账号 还在更新着 长长的指甲带掐着宝宝 她调皮地吐着舌头 四肩六两 母子平安 一说我也真够可怜的 被爱情愚弄了头脑 从头到尾都是有小丑 结婚之前 我一直在外省工作 后来张大乐说 她就这一个妈 都能离家太远 我心疼她 恰逢她妈对我也是极好的 单脆搬了全部行囊 离开了工位 当时公司里结了婚的老人 劝我多考量考量 我只当他们嫉妒 现在想来 我真是狗咬吕东宾 不是好人心了 突然换了工位 我的工资连原先的一半 都比不上 我在家急地直到眼泪 张大乐却在这时候 升职加薪 婆婆和她变得法地安慰我 这能有几分真心 不过是我被猪油 盲了心拿利剑当唐双 当时我感觉 知之遇到了亲妈 后来张大乐说 反正我一事无常 单却被孕吧 我被他们甜言蜜语攻击者 自己切断了 和外界的最后一丝联系 我就像是一个机器 他们规划了 我走的每一步 又在最后说 我太循规蹈矩了 他们需要找新的替代品 怀孕了以后 婆婆就变了没人 在家抽烟喝酒拍视频 大家弄得乌烟瘴气 往往是我带的肚子 跟在她后面擦屁股 还抨击别的女人不自强呢 何计我才是盲宝串 我大哭了一场 脑子也亲民多了 婚要离 孩子必须判别我 我必须搅得他们鸡犬不宁 制定计划以后 我就开始了连轴转 我建立了粉丝群 跟他们说了我过两天 要发视频 希望他们嘟嘟转发 我又把婆婆的账号 给了他们 引起轩然大波 我天天羡慕着这个婆婆 老拿他跟自家对比 没想到他是这种人 补主 真的假的呀 你不是来引流的吧 我没再回一句话 留下疑问 让他们自己讨论 他们越激动 纷争越大 我发的视频 也就越多人会看到 幸亏婆婆粉丝多这一步 才能这么顺利 第二步 我卖了一堆船的小金珠 凑了一部分钱 订了家最私密的 月子服务中心 钱就要花在刀刃上 张大乐家亲切无耻 我万不能让他们 找到可乘之机 接下来的日子 风平浪静 他们也没有问我怎么样 正好如了我得意 顺利地从医院离开 一个女人坐着轮椅 怀中带着刚出生的宝宝 身边没有一个人陪着 这已经引起 大家的注意和怜悯 有些怀孕的媳妇泪点低 看不得这样 非要自家亲人帮地照顾下我 扑斧沉舟以后 我发觉 世上还是好人多 可惜我瞎了眼 找了这么一户畜生 这边月嫂已经结果 我手中的宝宝 温柔地把我扶上车 一切准备就绪 好戏开幕了 我拉上了窗帘 确保屏幕 不会照到附近的一丝建筑 与此同时 张贝勒和他妈的视频 被我剪辑了一番 还贴心地配了字幕发到网上 直冲热搜 我老公说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 一群人涌入我的评论区 兴冲冲地要吃第一波瓜 眼尖的网友指出 视频里的女的 很像最美婆婆 我一早告诉的粉丝 充当不知情的网友 在底下评论 这分明式的擦边博主 连背景都一样 一时间话题爆了 关注好久的母婴博主 私下里昏宿不借 五十多岁人 穿着吊带擦玻璃 接下来就是短暂 而诡异的安静 张大乐突然一地 接一个打着我的电话 婆婆也没完没了 两个人你争我抢 看谁能打通这个电话 我吃笑一声 慢条思理地吃着月子中心 精心准备了下午茶 张大乐接电话 郭晓晓 张大乐 我去你妈的 你敢算计我 婆婆 贱人 给我接电话 我一拿起手机页面上 就谈了一堆脏话 没用的东西 才会无能狂目 我在账号下 add最美婆婆 郑主亲自刚 无数网友站在我这边 与此同时 婆婆那边拍了直播 她出现在镜头里 口不择言 一张嘴就是肥猪 贱人 家族群也爆炸了 大伯 早就说翠兰身材好 现在你们信了吧 张大乐 老不死地给我闭嘴 大姨 不是我说你们娘俩 小时候腻歪也就算了 你都有自己孩子还这样 丢不丢我们老张家脸啊 大姨儿子 我去 我小姨这么姓TX感 胆襟转发丢我同学 不看白不看 这可是大网红啊 张大乐 郭小小你 他妈别装不知道 赶紧给老子接电话 扑扑低头 在那边看了一眼手机 已经快气疯了 我天天好吃好喝地伺候他 这个贱人狼心狗肺 还倒咬我一口 网友A 哪有管自己儿媳 叫贱人的 网友B 就是啊 撒谎都不打草稿 你们别听他瞎说 他就是个拜金女 自己什么都不是 算计我家的房子 车 他当时怀孕 能吃得不行 一天我五顿饭供的他 鸡蛋多贵啊 我每隔两天就得买一次 什么家庭能让他这么造 这不是吃愁了吗 网友又发出了疑问 可你发的这些菜谱 哪有什么鸡蛋 那时他鸡蛋过敏 不能吃太多 头部还真拿出一小本子 他站了口唾沫翻着 手指急得都只打颤 还算上了 9月15 他吃了三派排骨 共计5.2 10月28 他点的外卖 我看了 一共30.05 妈 张大乐急急叫着 眼神示意 他别再说下去了 哪知道 婆婆突然拿出了绝招 哭天抹泪 说他怎么了 说他你还不同意了 我命苦啊 丈夫死得早 儿子也不晓得爱我呀 有网友嘴快来了一句 可你擦边视频 可是有好多老头要娶你呢 他们爱你就够了 我捧腹大笑 趁得伤口都疼 怎么有这么宠坏的老人 说话都不经过大脑 网友铺天盖地地骂他 他还想一摸眼泪 躲到张大乐怀里 哪知张大乐顾急着镜头 一把给他拽到地上 你们听我说 那些视频都是他合成的 我饶有兴趣地 又吸了口奶茶 从怀孕以后 他说奶茶都是添加剂 我馋得不行 他也不给我买一杯 订的外卖 全叫婆婆喝了 他算计我 算计我妈 这种女人谁敢娶啊 他就是故意的 因为他极度 我比他优秀 他怕我不要他自导自演的 根本就没有那些个视频 你们脑子里别那么龌龊 想那些 婆婆坐在镜头边缘 看得脑袋不住的银河 再说了 我是他亲妈 我跟儿子 关系亲密点怎么了 似乎是怕大家不信 张大乐开始随机连迈 底下清一色的女孩 评论着每天一个 恐婚恐孕小技巧 什么恐婚恐孕 你们女人的使命 就是伺候男人 还不结婚 真让人笑话 说出来 不怕你爸妈 给你腿打断 你说视频是真的 也有证据吗 一群没脑子的东西 你们怎么听风 言父 就是雨 这下子可把大家惹急了 专业人士 PO出一张证明 视频毫无二次编辑 张大乐慌忙 切断了连线 有对准镜头 恶狠狠地 让我出来回话 与此同时 我放出了第二个视频 这下子 不仅仆布恶毒 还帮得老公出轨 视频我调按了色调 显得很是暧昧 观众们更有看透了 医院那边 给我打了电话 说我亲属问我 现在在哪 我回了一句 不便告知 彼时 知情人士上床的小画面 镜头里 张大乐急得直跳脚 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 就给了护士一巴掌 妈的 你们是不是一伙的 这可不得了 一群人乌鸦鸦地围在上面 看得张大乐上蹿下跳 他打完了护士 好像也害怕 匆忙把婆婆推过去 自己跑上楼 人去楼空 他什么都没找到 像一只无头苍蝇 翻得被单阵阵作响 无数的网友安慰着我 这怎么够 法律不能管的东西 就算是一人一口唾沫心 我也要喷死他们 于是我开了直播 镜头里我眼睛肿得通红 穿那洗得发达的外衣 坐在屏幕中间 很抱歉 占用了大家的时间 事情是这样的 我娓娓道来 从怀孕前到生产后 我说了个遍 尽管我对他们只有恨 提起这些 却流下了眼泪 医院被打的小护士也生气了 大声地嚷嚷的他张大乐 在我怀孕期间 一眼都没来看过 只有问是儿子 还是女儿的时候 激动了些 当时来我家扶我上车的医生们 也都纷纷作证 你们不知道 我一进门的时候 都吓到了 那老巫婆化着农妆 还在那扭来扭去呢 她媳妇马上就要生了 你不看一眼 所有人都站在我身边 谁是谎言不攻自破 平台很快下架了 她所有视频 封了她的账号 张大乐因为 一闹被警察考走的时候 不忘趁着网友的镜头 恶狠狠放句狠话 郭晓晓 别让老子找到你 要不然我杀了你 看得宝宝已经陷入了 甜蜜的梦乡 我在她 罗头上亲了一口 男孩子也好 女孩子也好 你们都是妈妈 最期待的宝贝 这么拖着不是办法 我不能一辈子 躲在这里 我起草了一份 离婚协议书 发到婆婆微信里 一句话都没说 我什么都不要 只要我的孩子 一群人突然又发疯般 往我手机里发着语音 婆婆 闹老师你就想离婚 我告诉你郭晓晓 门都没有 大姨 你既然嫁到我们张家 就是我们的一份子 离婚你是想让大家都 看我们笑话吗 大伯 小贱人 真是欠打 死了爹妈就是没叫养 我一一回怼 哎 婆婆 不离婚 咱们就法院贱 哦 我忘了 你儿子已经被拘留了 哎 大姨 像你一样不离婚吗 养得别人的儿子 天天在家做牛做马 服务你老公和仨 大姨的儿子也来了一句 这可是全职保姆 哎 小小姐 哎 大伯 难怪你爹妈死得早 能把你这个对亲妹妹 有兴趣的畜生生出来 活活气死的吧 大姨的儿子突然私了我 小小姐 大乐哥在外面找的三世 谁你知不知道 我愣了一下 何计我 一直被蒙家鼓里 这孩子 让我给他买的新手机 就告诉我 我全都忍了 张大乐的工资 说低不低 给婆婆一部分 再丢我云点 怎么还有多余的钱 养小三 很快 我顺藤摸瓜 找到了一个 他们工作室的一个女孩子 我以为会很费劲 没想到 她当时就跟我到了 欠大妈张大乐 她说 两个人已经在一起 好到半年了 张大乐说 明年就娶她 亏得她经常上网 才知道 自己交了个什么人渣 我刷着转账记录 少则几百多则 上千上万 我当初跟她出了三年 最贵的 不过是结婚的戒指 才两千多 她当时说 自己真是幸运 找到了 这么不败金务时的老婆 我一想就恨不得 抽自己两个大嘴巴子 我一一截了瓶 可是张大乐 哪来的钱呢 这时 她的微信屏幕闪烁 老公 你最近工作忙不忙 看到什么心门了吗 记上心头 我拉着她的手 嘱咐了几句 当初直接把离婚协议书 发给婆婆 也是下策之举 如果有可能 我真不想和他们联系了 我问了几个律师 得到的结果都是 不能直接走程序判处离婚 这才不得已想 激他们一下 没成想 他们根本不离婚 张大乐还在酒店 光得上身呢 我就带着警察 推门而入 别动 扫黄 警察也愣了一下 怎么又是你 谁啊 师父 那个最美婆婆的儿子呗 这两天沸沸扬扬的 还不老实呢 说完对我投来一个 同情的眼光 张大乐反应过来 看谈我又看谈他 妈的 你们两个敢耍老子 说完他就弹起来 被警察一个扫堂腿 按在地上 你们二位 跟我们一起走一趟 到底我还是给他们 告上法庭了 婆婆化着精致的妆 带着一大帮亲戚 气势汹汹的 要为张大乐逃不书法 才到门口就被拦下来了 说是无关人员不得入内 我看本来 他这帮所谓的哥哥姐姐 也都没想真的帮他 一听这话如是重负地往外跑 你们去哪 太急得伸手去拽 法院门口不少是看 最美婆婆笑话的 这帮亲戚在网上还大放厥词 一看这架势都慌忙捂着脸 挡得镜头死命地躲着 婆婆嚣张的气焰 顿时消灭一大半 张大乐现在六亲不认 看见婆婆像没事人一样 还化着装置恨不得得我们都杀了 当场就说 是我妈逼我的 我想到她是个妈宝男 但我没想到她这么不要脸 婆婆一听 在外面嚎叫着 紫红的眼影 亮片和鼻涕呼在一起 好叫人笑话 法官只要我们都闭嘴 快速开庭 本来他们同意我近身出户 什么事都没有 偏偏闹到法庭上清算家产 婆婆一下软了腿 这时候张大乐还喋喋不休 是我妈逼我出去找小三的 钱也是她逼我的 不信你们查她手机 她有个号专门勾引男人 婆婆劈头散发 恨不得挠死她的心丹大宝 这时 那个女孩子作为证人也走了上来 我愣了一下 我以为她是不会来帮我的 这时闹出去 也是不大不小的丑闻 谁愿意在身上标榜那小三 她先是跟我道了歉 说自己做的错事就要承担 又将厚厚的一叠材料交底法官 当场休庭 探断材料是否属实 这一查 查到了婆婆表面上当博主 实际私信里 全是索要礼物以及开房记录 用词大胆到不忍直视 我说了 都是我妈干的事 她不仅勾引卖人 在家还故意不穿衣服录给我看 你们抓她 抓她 跟我没关系 婆婆一瞬间嚎啕大哭 要不是有人摁着她 我真担心她一口气上不来 死在这那可就没意思 谁不爱看狗咬狗 法院判了张大乐 净身出户 孩子归我 点那位女生的 也算做我们的婚前财产 其用一半都是要归还我的 婆婆由于引导参与这些污秽事 被判了有七五年 这还没完 那些被她骗了钱的老人家的孩子 就守在门外 只等一声令下冲进来 让婆婆还钱 我满意地看着这一切 张大乐还在用世界上最恶补的话 骂着她亲妈 骂着世界上唯一对她好的人 就由自取 事情闹到这一步 我只需要尽量保证 自己和宝宝的安全 到晚我就坐上了 去外地的动车 身边的一切都在后退着 我只觉得心中一片畅快 家族群以大伯的一句 抓得好 结束充实的一天 我退了群 这次再也不用 虚伪移地待在里面 那个女孩给我打了两万块钱 跟我说 剩价的慢慢还 我一分没要退了回去 她不过也是一个 被爱情蒙蔽的可怜人罢了 女人何苦为女人呢 后来大姨的儿子 在朋友圈里发立张离婚证 配文 免费保姆到七楼 又过了不久 听说她在大伯的葬礼上 拉探一群狐朋狗友抽烟 点燃了纸钱 差点引起火灾 被大姨直接举报进看守所了 还配了几个开心当闻案 再看这些我 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不变的是每个月 我都会收到两千的转账 张大乐不敢不给 除非他想进去陪他妈 我的账号还是很火 不少人称我为小门 说是拜日我门下 可以保证婚姻幸福 不会被骗 我联系了前公司 他们并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妈妈 而对我有职场偏见 相反给了我一段 带薪休假的生活 其实我独自带着孩子 是很不容易的 但我有钱 钱在大部分时间是万能的 我的女儿即使没有父亲 她也依旧生活得无忧无虑 我给她找最好的启蒙冒失 给她富足的生活 给她全部得爱 又过了两三年 停止了汇款 我正疑惑这么快就还清吗 那位女孩子给我打了电话 姐姐 你看没看 张大乐被抓了 我疑惑 突然发现 我的前夫哥 穿着标准的橘色外套 听说是他受不了 四处碰壁 干起了诈骗 就连去捡垃圾 也会有网友认出 他拍两张照片 发到网上再骂两句 可惜还没等他开始 这丰功伟业 便因为去市场偷东西 吃抓起来了 所以人还是不能干坏事 老天都看不过去 要收了你 我长得不差 这些年减肥瑜伽 我样样不辣 公司里对我青睐的 小伙子也有 可女人为什么一辈子 要被标榜在婚姻上 况且我也做不到 再轰轰烈烈的爱此人 我赌不起了 我有温暖的小家 有稳定的工作 有聪明可爱的宝贝 为什么一定要 给自己找点事呢 每天下班回家 女儿早早在门口等我 等着我抱抱她 亲亲她 周围邻居都说 这真是上天送来的小天使 这么爱妈妈 妈妈 快来陪我吃饭饭 别再写东西了 我放下手中的键盘 笑着把女儿抱到怀里 今天吃什么呢 吃红烧排骨 水煮大虾 未来 日日是好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